貴松松透露 四百年前日本人竟然不買單 台灣這幾年不少壽司廳 號稱是江戶錢壽司 可是你知道什麼是江戶錢嗎 而所謂的江戶錢壽司 是指使用東京灣捕獲的海鮮製成的壽司 由於當時沒有冰箱 所以海鮮不是煮熟 就是經過醃漬 例如小肌等 使用後煮熟 白身魚也同樣 使用後煮熟 小肌等 煮熟後再煮熟 至於鮪魚 現代和江戶錢時代 卻有著驚人的不同處理 當時 所以江戶錢時代吃不到現在一片價值四百元以上的大富 所以江戶錢時代吃不到現在一片價值四百元以上的大富 另外壽司體積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為了方便快速食用 江戶錢壽司的體積是現代握壽司的兩倍大 跟飯糰沒有兩樣 江戶錢壽司前置繁瑣 目前店家製作醫院不高 有機會吃到 可得趁機好好跟師傅討教討教 東新聞台北報導